第一手观察带您贴近新闻现场 新闻最前线 逐上海记者冯昭带第一手观察 冯昭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主持人好 冯昭 现在有很多在中国大陆台商推动生产自动化 他们主要是着眼于哪些地方跟考量呢 这样子 自动化现在其实是全球的一个趋势 那在大陆呢 他们是国家级的总政策来扶植这样子的一个产业 那很多人其实很好奇 就是说大陆的人口这么多 怎么还会想要发展自动化 而且以我们接触的几位台商 他们的观察呢 都显示大陆的自动化 他的前进的这个脚步 跟他们政策的这个积极性 其实都已经远高于台湾了 台湾这几年的自动化的这个步伐 其实已经有点慢下来了 那很大的原因呢 其实是台湾因为可能这几年的薪资停止不前 那所以很多老板会觉得说 我用这个自动化的诱医其实没有那么强 因为其实我用人力的成本不见得会比较高 所以因为自动化你必须要投入一些就是研发 还有你要采购啊这些的 那是比较要花一些钱 那很多老板可能就会觉得说 他可能现阶段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相对于来讲 大陆呢 他们一方面就是说 他们是鼓励这样子的一个产业 他们希望说机器人或者是台湾讲机器手 这样子一个产品 能够他们掌握一些关键技术 日后可以做出口 那另外一方面呢 他们自己的制造业呢 也有这样子的需求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需求呢 其实很大的原因在于说 他们现在已经看到就是 他们未来的制造业的人工可能是会不足的 可是人口这么重多 这个机器的话是因为它可以24小时的 不断的生产 还是有其他一些因素呢 这个当然就是主持人讲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人是要休息的 但是机器呢是不用休息的 那以前人可以靠比如说三班制 这种轮班的制度 然后来解决这个要休息的问题 但是呢 现在大陆的经济发展已经经过将近20年高速的这种成长 可能上一代的父母 他们是很辛苦的做这件事情 赚了一笔钱 那现在几乎年轻人都是在一胎化的这个环境下成长 那他们生产的这个条件呢 相对于父母来讲是比较优渥的 所以年轻人可能就跟台湾的年轻人 其实碰到一样的问题 就是说 大家其实不大愿意去做太辛苦的工作 他们的父母其实也会觉得说 我当年这么辛苦 我也希望给我了小孩子一个比较好的生活 所以他们也不希望孩子太辛苦 所以很多的这个制造业都面临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辛苦的工作 或者是这种要轮班的工作 甚至有些可能只是名称听起来就是说 是在工厂里面做事 那他就觉得说 他去当工人 所以他们工厂要找工人 就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很多的制造业呢 他们就会觉得说 与其我要依赖就是说 人的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那不如在这个阶段 就是说机器人的发展 看起来是快要成熟了 那大家就比较有意愿 就是好 那我就在短期这个时候 我把所谓的机器人 那逐渐可以替代人力 这样子可以确保他的这个生产线 是更平稳的 然后大陆呢 这方面呢 他也会要确保他这个世界工厂的地位 所以他也很鼓励这制造业 朝这个方向来发展 那这些厂商怎么样看大陆外自动化 可能会对各行各业的一些影响 这样子哈 就是这个机器人啊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一方面就是说在服务业可以运用机器人 那在制造业的话呢 就是用机器手 那服务业的话 目前来讲 其实还在比较实验性的阶段 怎么说是这些阶段呢 因为毕竟机器人的发展 现在还没有到了真正的成熟 所以可能我们现在看到说 有餐厅他可能用机器人 还是在一个比较 讲说是一个噱头性的 因为毕竟人脑还是跟机器的电脑 两个是没有办法相比的 人脑你还是可以随机应变 有一些服务性的这个东西 毕竟还是要靠人来做 但是在工厂里面可能就不大一样 因为有一些工作呢 可能在我们来讲 可能就是一些危险肮脏辛苦这样子的工作 机器已经可以取代了 或者是说有些老板他们的这个看法是说 这些事情其实本来就应该是让机器来做 因为比如说好有一些是要研磨 那他会制造很大的粉尘 那这些粉尘呢 其实是污染物对人体是有害的 以前因为没有这样子的机器可以做 所以必须要用人工来做 但是未来如果说机器可以做 那为什么不让机器来做 那工人他可以去做其他维修机器的事情 那相对来讲对人的身体也是比较好的 所以呢很多的制造业 他们会觉得说在制程当中引进这个机器手 在未来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一条路 那甚至他们乐观看待 这样子一个产业也许会有50年到80年 这样子一个很长的生命周期 未来可能一些比较机械性或固定性 比较没有变化性的这些工作 都会被这些机器来取代 所以未来的发展我们持续来观察下去 好我们再来另外观察 就是上海滩其实美食云集 而且有很多各国的业者都会进驻来 抢夺上海这块美食市场 那冯教徒您帮我观察一下 在上海目前各国业者他们是怎么样来布局 上海因为真的是非常多的美食都在这边聚集 不管是大江南北中国的各种菜系 在这边都可以吃得到 现在也越来越多的英国料理在这边 以往西餐可能大家觉得说是比较高价的 那这几年受到像韩剧的影响 就是这个韩国料理在这边也是越来越受欢迎 那日本料理呢 在这边也相对是比较高价位的 那所以这几年在这个上海街头 有越来越多的韩戏的咖啡店 还有像什么韩国烤肉啊 还有像我们在大商店里面常常看到的一些这种 比如说飞食食锅拌饭啊 泡菜 对泡菜 越来越多这样子的餐厅哦 而且很多他其实不只是说大型的餐厅 也有那种类似像我们觉得是那种比较嘴小吃的 也引进了在上海 而且很多是年轻人很喜欢去 他就把他做的就是非常的温馨可爱 那咖啡店呢 他也有那种韩戏的那种 就是比如偶像代言啊 那像什么李敏浩啊 这些他们可能都成为这些的代言人 所以让这些咖啡店的生意呢 就是相当好 然后所以店扩张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那再加上这些几位餐厅 其实他们的背后都是一些比较大的财团 是他们的这个幕后的大老板 所以呢 他们拓电的速度呢 也比台资的这些餐厅快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让很多的台湾的品牌 过去在上海是相当的风靡 但是这一阵子呢 他们感受到的压力就相当的大 冯潮能面对韩流还有异国风 我们台湾业者进来的话 有什么样的一些布局 或者一些转型来应对这样的挑战呢 台湾的品牌业者 他们其实有两种的这个看法 因为韩国的他们竞争的方式 他可能是比如说他的装潢 他的整个服务的这个方式 是走比较精致的这样的一个路线 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两性的刺激 可以让就是台湾的一些餐厅呢 也慢慢的要比如说要改进去一个装潢 还有一些可能你在布局上面 要更符合就是一些时尚这样子的一个观点 另外一方面呢 也有一些比如说西点面包店 那他会觉得说 那我可能在布点的部分 我就要重新的来考虑 以往呢很多在上海这边 你可能是在社区里面会看到 很多的台湾品牌的这些西点面包店 但是他们现在发现说 其实人力潮比较集中的其实是在这个地铁站的附近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连锁品牌呢 他们开始就是集中在地铁站的出口 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个那个店铺 然后有些他就有这个复合式经营 一楼他可能是卖面包 二楼呢是可以让你喝咖啡的 那三楼呢可能是吃 类似比较水餐啊 或者是青石这样子的 那把整个店的气氛呢做出来 那才能够去跟这个韩系的这样子品牌来竞争 所以不单提高服务 还有多元化经营 还要站到一个好位置 就像我们在台湾的话 就习惯有Sagatang 就是路跟路的这个交界处 这种三角窗 是非常好做生意的地方 那台湾呢有没有一些餐饮业者 把台湾的一些文化 或者自己的一些体验带入餐饮里面 做一些复合式餐饮或呈现 来吸引当地的消费者呢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在台湾很熟悉的一些品牌 现在越来越多来到上海 像比如说可能有一些是半载面 那半载面呢 我们大家在台湾最熟悉的 就是说要有一个叫Ii的这个餐子 就是一进去的时候 好像这样坐在一个小板凳上面 然后老板就是坐在这个餐子 旁边就是竹面 然后马上就搬给你吃 这样热成人的感觉 那虽然在上海这种 在商场里面成立的这种台式 这种半载面啊 他没有办法说 完全把这个东西是搬过来 但是呢 他在一进门的时候 他还是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摊位 然后让你 然后就是进门的时候 你就感觉到说 对 他就是一个淡载面的店 然后他所有的 比如说挂着那个大红的灯笼啊 这些 他都维持了他的一些原汁原味的 这样子的一个装潢 那可能他只是说在菜方面 他除了传统的这些比较小吃类的 他可能也会再增加一些 稍微精致一点的菜 或者是说有一些排菜 比如说我们可能觉得只有菜风能 我们传统觉得菜风能 也许你觉得说他只是一个小吃 可是他可能做的再精致一点 让他变成像一个小蛋糕製的那样子 那你觉得说 我在一个很舒服的餐厅 吃了这个台湾的料理 用力能吃到台湾的味道 但是呢 又不吃它的原来的这个风味 所以多角化了 经营用来吸引消费者 同时把台湾的一些文化体验呢 也带进这种经营的模式中呢 希望能够凸显自己的特色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非常高兴访问到 中央社驻上海记者冯昭 为我们带来第一手的观察 有关于中国大楼台商 推动产业生产自动化的一些情形 还有未来一些前景 以及在上海滩这个 美食云集百家争民的地方呢 各国业者他们有哪些特点 我们做第一手观察 非常谢谢冯昭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主持人